大型软缩毛毛钩 今天要用的钩子是Malutu的i770号 先把钩子固定在绑置前上 拿钳子把倒钩夹扁 今天所使用的绑置线为Ultra 140黑色 先在钩饼上打底 把多余的绑置线剪掉 接下来拿黑色的毛线 约1.5毫米宽 把毛线在勾眼后方约3毫米处缠绕上 约在勾饼一半处 将多余的毛线剪掉 剪掉后继续将毛线往后绕 绕到接近钩子即将弯曲处后 用绑置线固定住 把毛线剪掉 用绑置线把毛线全部缠绕固定 这么做的原因是要做出一个锥形的躯体 还有卷载喜欢肥胖一点的昆虫 接下来要上势体纤维 今天用的势体纤维是SNF的BugDub 颜色为紫黑色 取势体纤维啦 将绑置线上粘一点是体纤维啦 将尸体纤维少量多次的粘在绑置线上 记住不要来回粘 要单一方向 这样才能做出好看的躯体 把粘好的尸体纤维均匀地缠在毛线上 如果是体纤维不够 就重复之前的动作 用式体纤维把毛线全部盖满即可 把一些差出来的纤维修剪一下 下一个材料是黑色的刺激安部缩毛 凉凉凉看鱼汁的长度是否适中 把接近根部有绒毛的部分撕掉 最后汇入影片中所示 用手指把鱼汁剥开 用手指把鱼汁剥开 用剪刀把鱼汁的前端剪掉 只留下一个小三角形的部分 将三角形的部分固定在钩子上 取缩毛夹 把湿纸与拇指粘湿 用粘湿湿纸与拇指 将缩毛与指往后拨 慢慢将缩毛往勾眼处绕 要注意不要把缩毛拉得太紧 拉得太紧 有的时候会把鱼梗拉断 用绑制线把缩毛固定住 把剩余的缩毛剪掉 把剩余的缩毛剪掉 用手指把鱼汁插开来 鱼汁捏住往后拨 用绑制线把缩毛多绕几圈 并做出头部 拿结结构打结 绕个三到五圈即可 把绑制线剪断 取顺尖椒 在打结处扁一点点 顺尖椒 这样就完成啦 这款软缩毛毛钩 适合在水量偏大 或者水色围浊的情况下使用 在枯水期时 水清澈又缓慢时 这款毛钩就不太适合咯 黄昏石在膝盖身的賴区 也蛮好用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 今天就这样咯 谢谢你们的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加开启小铃铛